《理財分判中》 《理財分判中》 《財路自然通》 《理財分判中》 林修榮 除了買車之外 很多人喜歡長期租車 Leasing 報章上 有一些汽車廣告標榜 低月費 或者沒有首期之類的字眼 其實都在宣傳租任 叫人覺得租車是比較怕算的 的確對信用紀錄良好 手上也缺乏資金 但喜歡開新車的朋友 租車是一種可行的辦法 因為只要付一些頭款 然後每個月付幾百元 就可以開一部全新的汽車 但這部汽車其實不是屬於你的 而是屬於租任公司 你在車行選好汽車之後 車行就會將汽車賣給租任公司 然後租給你 你每個月繳納的金額 只是換取那輛車的使用權 每個月租任的費用 大多數是低於 汽車貸款還款金額 因為你只是給出汽車租任期 裡面的折舊 Depreciation費用 以及利息的費用 由於租任期滿之後 汽車還有剩餘價值 Residual Value 所以折舊金額只是車價的部分 當然租任期滿之後 你不擁有那一部汽車 以上提到租任汽車 也都包括利息的費用 此外還有稅金 這三項加起來 就是你每個月要付的租任費用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判中見面 請記錄一下 沈總算 GEN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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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